在我的雲端上 剛剛用的Eclipse 422有沒有 這個 穩定開發板在這裡 應該已經 Eclipse在4.43 44以後 幾乎就不給 Google就不給你更新了 你就更新不上去 因為他就不提供ADT 所以 也沒辦法開發 那沒辦法 你就想用 如果用舊的OK啦 4.03 4.22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穩定開發板 4.22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把這個下載回去 他可以拿來開發 Java 也可以拿來開發 那個Android 都沒有問題 OK 其他的那個方式都差 底下這邊有個Java Eclipse 11 這個是開發什麼 開發那個 JSP 或者Server類 裡面有Toncat 你要快速產生一個Server 都是很簡單的事情 OK 有興趣的時候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看看 因為我之前也教過那個 JSP跟Server類 只是說我發現 好像網路上很少人有教這部分 所以我好像之前丟了一些影片上去 好多人就跟我要 有沒有 這些 這些相關的資源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試試看 因為你學會Java之後 其實這些東西都相通的 而且程式碼都可以互相 扣來扣去 只是差別就是那個 UI的部分不一樣 其他都一樣 改一改而已 觀念上也一樣 相通的嘛 對不對 所以 你跟Android也是相通的啦 所以你會發現我習慣性就是先把底層的東西 先弄好 然後再往上 去蓋 有點像是把那個地基 或者那個 整個那個外觀弄好 然後 整個底部弄好 然後再把它架上去而已 所以UI部分是後面延伸出來的 那其他的話呢 還有哪一些 比較重要的資源 像我們剛剛那個雲端白板裡面 那網路上面的資料怎麼抓 其實還有更多 只是說怕各位 會 還是要一點 空間 你的胃要能夠吸收 不然 可能 會太多 像 抓外匯 抓潮汐 或者抓那個 就是 轉轉轉那個 這邊還有一個什麼 CSV 就是 一般我想開放資料 各位都聽過 CSV這個東西吧 那也是個 傑森啦 不過我覺得傑森 感覺好像不見得比 CSV 來的好用 你還要再轉一個opture 然後再轉來轉去 反而用CSV 簡單一些 還有什麼 XML 這是開放資料 像台北市的那個 開放資料 裡面就有蠻多 而且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我發現它裡面真的是放了蠻多東西 只是說 用的人沒那麼多 那比如說這邊我舉個例子 像是 我常用的就是常走那個 快速道路 可是快速道路哪裡塞車 我不知道 那它有 每五分鐘 幫你更新一次 所以我就利用這個開放資料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怎麼樣 我就寫了一個就是去 它的開放資料 這個XML裡面 把它的XML檔抓起來 然後我去 抓到平均時速那個欄位 但是我是判斷如果時速低於多少 比如說低於40 那它就會列出來 那只要時速低於40的話 那表示應該塞車啦 不過這個40的數字 將來也可以變成一個變數 可能可以給user自己 你多少公里以下 你再顯示出來 當然你也可以再做漂亮一點 比如說 可以用紅色 橘色 黃色 什麼色 反正你就是自己去變UI 那其實都一樣 這個基本 XML CSV Jetson檔 它的基本的架構 都跟剛剛的範例 是一模一樣的 差別只是說你如何去切割 你要的東西 其他都一樣 那網路上也有提供一些教學 不過我發現 那些用來用去 還是自己寫的比較好用 因為自己寫的 果然是比較簡單 沒有啦 自己寫的比較親切一點 因為網路上也有提供什麼 一些 套件 一些類別 讓你去用 可是他寫的 好複雜 所以我就習慣用自己的想法 自己切 那至於怎麼切比較簡單 可能後面我們再慢慢按部就班來看 因為我發現各位應該 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這東西不是說我今天我要告訴你就會 而且剛剛同學 馬上用Java馬上就出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在這邊好像有些 Java可能需要 外部再掛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剛剛有把它放上去 就是說在那個 我們使用那個 Apache的 那個 類別 需要這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你那Apache會出問題 但是很奇妙的 在Enjoy裡面就沒有問題 我在想說Enjoy Studio裡面 可能已經把 Apache的相關的套件 通通放進來了 所以沒有問題 但是呢 如果你原來Java開發的時候 有遇到狀況的話 記得就是說把這個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記得就是在那個 這個 我的比如說JavaTest裡面 按右鍵 裡面有一個 就是 就是 bill的那個 就是建置路徑裡面 你去做一個 配置 那裡面特別注意就是 程式庫裡面 要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怎麼來的 你可以從什麼 新增外部的 架檔 因為它是一個 我放在上面這個 是一個架檔 它的版本 是什麼 http call dash 4.11 0.jar 那你要把它引用進來 如果你沒有引用進來的話 它會發生錯誤 哪個地方錯誤 我試一下 可不可以看 基本上 我如果把它 這個 移除掉好了 OK 按確定 那 理論上 會出狀況的在哪裡呢 馬上錯了 有沒有發現 在這裡 這個 這兩個 有沒有發現 org.apache http這個 這個是 轉成bycode 這個是轉碼 OK 那 這兩個 假如你 現在同學有出錯 怎麼辦 按右鍵 建置路徑 選擇這個 配置建置路徑 那怎麼做呢 新增外部架檔 所以以後 假如你在網路上看到很多那個 三星人士 有放什麼 JAR檔 讓你下載 那 做法一樣 你就把它丟到這邊來 新增外部架檔 這個JAR檔呢 我是把它放在我的桌面上 這個 按開啟 這邊就有了 加進來這樣而已喔 其他事都不用做 特別是建置路徑裡面的 一個城市庫 裡面的這個 會有這個東西出來 好 按確定之後 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 它就恢復正常 就這樣而已啦 OK 所以其實基本上 這個JAR檔裡面就是很多的類別 它是一個 算是一個什麼 套件庫 或者叫做 韓式庫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外部的東西 那網路上還蠻多這些東西的 實際上 順便講一下 其實這個JAR檔 JAR有沒有 你如果把它 重新命名成VIP 你會發現 它實際上 就是一個壓縮檔 你可以把它解壓縮出來 解壓縮出來之後呢 裡面就有很多class 就是類似像這個有沒有 我們這個就是一個class 這個一個class 裡面很多class 那很多class呢 如果你在我的雲端上找到一個叫 繁主義的 一個 DJ什麼繁主義 那你就把那個裝起來之後 class的地方點它兩下 它的source就全部出來 程式碼就有了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裡面人家怎麼寫的啦 其實它保護的非常的薄弱 隨便你打開就有了 所以像網路上很多 這種 其實 只防君子 不防小人 所以你要找到很多那個人家寫好的source 太容易了 多到 不深眉取 OK 那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OK 這個東西其實 做久了大概就知道了 裡面網路上有太多東西像 以前 很多那個Nokia那個時代不是有寫很多 那個Java的 小遊戲嗎 它的副檔名也是 所以你只要怎麼樣 去網路上打小遊戲 空一個JAR好了 就會很多 你就把它下載下來 來把它解開 你會發現 遊戲原來是這樣寫的 都是那種很簡單的遊戲 那如果你要把那個小遊戲改寫成enjoy的版本 我想應該也不是太困難 只是說你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這裡面 太多東西啦 網路上資源太多了 你根本沒有 根本 沒有那麼多 時間去每一個 每一個消化 而且你可以去 往這個方向去思索一下 好 那個有關那個反主義的 應該是放在哪裡 好像放在 補充資源吧 忘記了 好 各位可以找找看 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再找找看 我這裡面好像也放了很多東西 好像在在哪裡 其他吧 在這裡 這個東西有沒有 OK 好 那把畫面 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那個剛剛部分的話呢 我主要是 講一下有關 網路上面的資源 如果你對於那個 前一個 假設你要撰寫那個 Java好了 也許 假設你要分階段 我還是比較建議就是說 如果 你的那個Java 底製 假設沒有那麼好的同學 你可以花一點時間 可能K一下Java 對於你的 開發Android的這個能力上面 會是一個比較正面 正面的幫助 試試看